現在也有提案要來取消追思會 想問一下市府這邊的態度 接下來還是會每年來舉辦這個第七縣追思會 除了台北市 其實包括中央 包括各地縣市政府 每一年也都會舉辦228追思會 我想文化局也都會尊重各界多元的聲音 也會持續地精進我們228舉辦的方式 然後持續地來為一個包容尊重的社會來努力 一次中央軍要取消228追思 那228的官方他們也說 天馬長行並非事件爆發的主因 身為台北市長 我們對於過往的歷史 都會借取教訓 英語為介 那同時未來我也會持續 傾聽228家屬的聲音 台北市政府 我們相關局處也一定會針對228 事件相關的歷史素材 持續盡其可能的加以挖掘搜尋 而對於228家屬 他們現實處境所遇到的困難 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力量 來給予照顧跟幫忙 我在文化局的協助之下 更深入地閱讀了228的相關資料 走訪了228經驗款 走訪了287驗款 我可以被排除中 有受訪了 是 所有人給全都 找人 我可以站在這 謝謝 如果沒有人 我可以站在這裡 我可以站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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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站在這 賣去賣掉 環境稍微平復之後 我們再繼續請市長為我們致詞 市長加油 市長加油 這些日子以來 我想謝謝文化局的安排和協助 讓我更深入的了解 並且閱讀了228的相關資料 走訪了228紀念館 參觀了常設展 還有特展 也會晤了受難者的家屬 聆聽了他們的心聲 對我來說 這是個人生涯 對台灣現代史的一次晉升洗禮 也是作為台北市長 今後必得再三深入理解 面對的責任 李登輝前總統 我們台北市的老市長 曾經說過 仇恨與怨懟 只會加深已有的傷痛 唯有愛心與寬容 才能走出悲創的陰影 這些日子以來 我從228家屬們的愛心與寬容裡 學到很多 感受很深 自從民國79年 行政院成立了228專案小組 並提出了研究報告以來 228事件已不再是禁忌 也已成為我們社會大眾 反思民主價值之意義 回饋人權教育的重要歷史素材 這都是台灣走過從前 邁向未來最珍貴的現實教材 然而所有的歷史事件都不該停格在某個階段 換言之我們人必須不斷地反省 不停地挖掘 在我接觸的228受難家屬當中 就有人反映 他們的親人 仍未得到適當的平反 仍有待新的證據 來平復 逝者的靈魂 與生者的傷悲 這 就是我們從政者的責任 在我擔任台北市長任內 我宣誓 我必責成 市府團隊 對台北市228事件的歷史材料 將盡其可能地繼續挖掘搜尋 對台北市228家屬 在現實處境當中的需要 也必盡全力加以照顧幫忙 雖然我們常說 亡者已以 來者可追 但以228事件的歷史傷痛而言 亡者未必已已 來者 仍有可追之處 這或許正是我們 必須要正視歷史 反思現在 深謀未來的原因 過去 李前總統曾以國家元首的身份 面對228事件 承擔了政府所犯的錯 並致以深知的歉意 馬前總統 亦曾說過 針對228 政府雖然做了不少的補償工作 但至親愛人消失的 刻骨明星感受 不可能因此消失 我們必須更深刻體會 家屬的心境 對事件痛定思痛 認錯改變 重新觸發的過程 是最好的社會教育 也是最好的人權教育 兩位前總統 他們都曾是台北市長 他們深切感受到 台北市民之痛 台灣民眾之痛 何嘗不也是我身為 台灣的一份子 台北市民的一份子 台北市長的接棒者 心中最大的哀痛呢 身為台北市長 我深深為76年前 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 天馬茶房附近的 氣焉事件 進而導致 全台28事件的歷史傷痛 致上誠摯的歉意 所有執政者 都應以此為界 施政 必以滿足人民的期望為宗旨 施政 也必以 維護基本人權為目標 台灣 走過了威權 進入了民主 這是台灣的驕傲 也是中華民國 在華人地區 了不起的成就 我願終身 守護這民主 更期盼台北市民 不斷地鞭策我 不忘歷史陰見 歷史 有它的吊詭 與陰影 但人性 始終能見證 善良與寬容 歷史的陰影 唯有在人性的光明照耀下 才能坦然地走出來 謝謝蔣市長 立成